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這段影片上播的是大公報呀 是2月20日的晚上 冬奧閉幕 大家好 其實這次都想和您說的大公報的揭露 他說醫管局 是阻止香港政府 把病人安置在社区会堂 即是说,医管局有心冻死人 我觉得医管局是十分不负责任 我觉得很邪恶 除了医管局在抗疫上的 各样东西的无能之余 其实关于特首选举延任的东西 我在政治揭露上没有机会去说 因为在Adam那边去了星会网 但是这次要做一些分析 另外这是突发揭露的原因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局势 真的要打 一会儿会说为什么会打的问题 一会儿再说 我们先进正题以先 也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寿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 以及按铃铃铛 请你们每一天的12点钟 以及晚上留意有什么视频 逢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 要么是突发揭露,要么是政治揭露 星期二是中美争霸 星期五、六 看看是否武力正经还是中美争霸 因为星期六我有点点 不是觉得这么多话说的时候 未必会做武力正经的 好,那我们 入正题了 入正题先讲一下副题 深美 就是恶人有恶报 深美就同过 他在这里提到 他是一个反中支持黑暴的商台主持 那么呢 商台那边也有这些人渣 主持 其实商台我认为是一个间谍 西方间谍的一个机构 在商台出身的我真的认识没有好人 尤其是快慢必 我自己亲身认识快必 人品极差 其实就是 信基督教就是 用来入崇基 包装完 在香港做颠覆破坏的 我觉得是 快必应该是一个西谍 崇基神学院 我觉得整间都应该要取替 因为用来培养西方间谍而已 就是我认为 就是我自己读过 但是我是这么看的 那么呢 深美呢 这个人就说 接触过这些支持黑暴的人 那些人就 那个DJ就是 与病毒共存 但是他中了招就惹了给深美 但是深美呢 就去找了几间 两间的私家医院都不肯接收他 他就很悲凉了 那么 你们相信与病毒共存的嘛 对不对 那么 为什么要 要 要 要觉得悲凉呢 对不对 就是呢 有时候就会说 喂 很明显 这个病毒 是西方不断地爆发 中国早就处理到 控制到疫情 接着呢 中国境内没有大规模爆发的 但是西方呢 就放屁嘛 你们这么支持西方的 享受西方病毒啦 对不对 现在香港政府 处理不当 又搞死了香港 就是这样而已 真的 哎呀 真的 那 那我说完这些副题呢 一会儿再 还有其他散碎东西 一会儿再说 但是 其实呢 急不时代呢 都是想说一下 这一个呢 呃 医管局的一个问题 其实呢 医管局呢 范雄宁就说 他不需要大陆的医护帮手 OK 接着呢 但是呢 就有些老人家呢 就放要露宿 在露宿的地方里面呢 天气天天天地冷 冷 冷到今天呢 呃 刚才新闻 呃 刚才看无线的新闻 天气报告就说 呃 今晚可能7度 当然啦 其实就 医管局就害怕 开始就将这些 摆在露宿的人 塞回去了 塞回去呢 去室内 免得他们冷死 但是他们只有等 是不是 就是如果你没有医护的 为什么不用大陆医护呢 哦 因为保护你们 医学霸权 保护你们专业霸权 保护你们可以和政府 的bargaining power 谈判筹码 你捏住的供应嘛 是不是 那接着你们就叫 你们的人工 要连年加多少都可以 可以谈判的时候 为了你们自己个人的利益 就不管香港人的死活 就是医管局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政府看到也不对路了 所以呢 就想着用一些社区会堂 我想呢 可能政府想了很久 想了可能一两个星期 但是呢 他用社区会堂 接待着这些 摆在露天的病人 但是医管局就说 喂 你推到我那里我不负责了 我怎么照顾得到他们啊 那政府呢 就斩脚趾给沙筒了 医管局不肯 给你香港政府 用社区会堂 等那些等候的病人 去摆住在那里 所以医管局呢 就要那些病人 露天享受 寒冷的天气 那有问题是 林郑为什么不用紧急法 给大陆的医护来香港呢 帮着一轮而已嘛 是不是啊 如果你说紧急法 批准他们大约半年左右 半年 其实现在我们听到 中央的死命令呢 就是 5月1日之前 要控制到香港的疫情 因为呢 7月1日 是香港回归25周年 习近平要来香港 不可以容许 疫情 到5月1日 还是一片混乱 是不能够容许的 那所以呢 现在大陆你看到就是 有很多兵马 很多人 走去看看你们 那些检测的流程 看看你们的 那些 验污水的流程 看看你们 香港这些医护 檢测人员 究竟有没有 杀猎龙虫 是不是啊 现在大陆还没真正动手 但是找很多人来看 穿了红色的衣服 写着中国卫生 那样 但是你们现在 香港这些 检测人员 我不知道做什么 是吧 做核酸检测 检测 5日 6日 7日 那就是没有用 是不是啊 就是你香港政府就是你无能 你找些废柴断手断脚的供应商 是不是啊 过年前有没有做过任何准备 是没有的 特意就是要 将所有东西放屁 拖到去啊 最好在冬奥期间爆到七彩 你这些 陈兆史这些 陷家产 我希望 明天看到 中央免去你的职务 那你说回医管局的话 喂 就是你林郑中庸医管局的嘛 如果你被大陆医护来了香港 那你的大陆医护就是帮你 可能说这些的病人 喂 现在是没有办法折代他了 那就摆去社区会堂了 但是他说他们医管局没有人手的 就是给大陆医护去帮忙 是不是啊 这个很简单的嘛 你们香港医护盘据了医院 做到断手断脚又慢又成 是不是啊 那如果大陆医护说在社区会堂帮忙 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这个为什么不行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 医管局那大大大王医护 要阻止 大陆要帮我们的手 所以医管局的所有管理人员 高拔昇、范雄寧、何苑霞、李立業那些全部都要解僱 現在抗疫是一個緊急狀態 不可以讓他們左頭左路 醫管局原來是我們現在抗疫最大的阻礙 他不夠人手不抗,不叫大陸幫忙 然後你把所有人都放在街上去,冷到混亂,叫救命,可能死人 他也不理會,社會罵到混亂,放到社區會堂,他說他不給 那你高拔昇出來說抱歉,沒用的 你說一句抱歉,現在抱著天氣沒那麼冷,你又推出去,叫他曬太陽 你現在是擺明醫管局的陰謀 你說先避住,現在七度了,很冷了,沒所謂 先進入室內吧 是不是 但是完了 完了,沒那麼冷了,推出去 你們是不是這樣呢 你們 醫管局 是阻礙著我們香港人抗疫的 原來 你陳肇始好死去吧 所謂管理 衛生及食物局 醫管局你有份管的 醫管局原來叫做獨立王國,勇兵自眾 是嗎 如果你們醫治醫護 你們本著這個獨立王國的概念 你說這些事由得你香港人到處死吧 蔡女士 帶著一個兩歲的女兒 抱手抱她一個 你連續三次她進院 但是小朋友隨時會死 但是你們本著就是想有人死 希望冬奧的時候有些人死 就是對中共政權的對抗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你在做什麼人會看到的 我要轉話題 林鄭 這個是特首選舉推遲的問題 其實我聽到坊間有人的分析 其實我覺得也沒問題 現在這個言任是引用緊急法 去做的 就是說我相信 林鄭受到中央壓力 本來還沒宣佈緊急法的時候 就是湯家驊的全家產就說 喂,好像2020年這樣 人大發聲 將選舉推遲一年 是不是 那麼林鄭就變成既得利益者 可以多玩一年 是不是 但是中央不肯 我為什麼要人大發聲 你林鄭搞定她 不是她啊 那隻鑊你搞出來的 混蛋 那怎麼辦 那就是你林鄭想方法 然後特首選舉 是不是 新任特首 如果要在選舉裡面運作 他不僅僅要向那1,500人 去推銷自己 她是要向我們全香港750萬人 去推銷自己 要給我們香港750萬的所有人 都感覺到她 在這裡 感覺到她的施政方向 那這個特首選舉才叫真真正正 是真正的特首選舉 你林鄭 如果用陰謀論去看 就是你一直都是玩放屁 拒絕大陸醫護來香港啊 你有得醫管局就阻礙你 不讓病人進去社區會堂啊 有得他們啊 參風露宿啊 是不是啊 你一直就是你放任 這個國泰 晚的客機去貨機犯啊 接著就是你陳凡 就給一些啊 給一些那些的 那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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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官員擺明就是搞新發展 針對東 北京東澳 老實實那句 那爺爺還給你鹽飲 中國不讓你搞到一鍋泡 是不是啊 所以 爺爺就彈回來 叫你林鄭 你自己搞定他 是不是啊 你好意思 3月20號 今天 去開始提名期 是不是 湯家驊 只是在那裡 就說 這個呢 如果呢 就 用大陸的方法 譬如全民檢測 會破壞一國兩制 就是湯家驊就是黃絲啦 就是港獨分子啦 要搞與病毒共存啦 香港和大陸永遠通不了關啦 香港周圍都是病毒啦 永遠都通不了關啦 是不是啊 就是說呢 你現在林鄭 她說所謂的動態清零 只有一把口說 全部是說假的 明白嗎 因為 大陸的動態清零 是不會有疫苗通行證 不會逼人打針 現在所有信息都說 你不打針就會死 我說如果打了針 死了又怎麼算 打了針死了 就是劉宇龍那些 說不存在啦 不報啦 不說啦 大家不關注啦 控制了傳媒 是不是啊 這些傳媒都是黃的啦 是不是啊 傳媒的專家政府 全部都是黃 一起對那些打完針死了的人 就說他們自己長期病患 活該死吧 不說不交代就搞定了 是不是啊 有人身體真的有事 劉宇龍 說孕婦都能打得 有什麼足夠的數據 現在西方數據可信嗎 啊 又說有九十幾%的復必泰可以抗疫的能力 是不是 最後 整個西方 打完復必泰 周地系 幾十萬隻 南韓十萬隻 新增確診 新增確診 這些擺明他的數據都是做假詐騙啊 我懷疑 我懷疑 我懷疑行不行啊 你劉宇龍那些 你是垃圾 你是想著殘害那些孕婦 大陸呢 是說明的 孕婦不要打科興啊 現在你是刻意 將科興的勸告 完全不提 叫人就是你孕婦都可以打科興或者復必泰 這樣 就是你陷害了科興 是不是 孕婦打了科興真的有事 科興說了你孕婦不要打 但是你劉宇龍叫人打啊 那你是不是混蛋 我呢 又說了抗疫 我只是告訴你 現任呢 我是很認同別人的分析的 不可能 你搞到香港一鍋抱 但是我現在就看 明天 明天 就是中央政府 可以怎麼做 如果按照 現在的機制 中央是可以馬上 直接免許陳肇始 或者陳凡 或者邱騰華 邱騰華 邱騰華是 他也有份的 是不是 你給這麼多錢 給葛泰來搞我們 陳凡直接放葛泰 或者是 什麼客機去貨機反 是不是 很多這些相關官員 我覺得呢 中央看看明天會做什麼 如果中央什麼都不做 那我沒有辦法 但是我告訴你 這些官員一定會阻礙我們 就是說 我認為 現任是不可能的 但是大陸已經派了很多什麼 黃賀勝 我那時候 是處理過 武漢封城的一些重要的專家 來香港的了 就是說 現在摸多幾天 就下手下腳做 但是我希望呢 大陸的專家 就阻止香港政府 首先 就停了疫苗 通行證 第二件事 就停了所有接種中心 我不介意呢 有接種隊 送外賣的 我覺得送外賣沒問題 就是說 上去 有些老人院舍 替老人家打 沒問題 但是不可以 再有接種中心 給那些人 有人群聚集 都說到處都是疫症了 還帶個小孩去打針 你臨急抱佛腳 你現在隨時排隊 就出事中招了 是不是呀 現在林鄭政府 就是所有事情 都是想播毒 你們去打針 那就整堆排隊 你們去檢測 整堆 你就排隊全部中招了 其實呢 我是等中央去 真是指揮這場抗疫 我不知道指揮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應該適宜地 踢走林鄭 我覺得林鄭不應該坐得那麼久 這些都給中央決定 可能中央又玩一個手法 就是 你林鄭肯讓我駕空 是不是 我不用你香港這些垃圾專家 我是衛健委的專家 黃河勝或者有關的人 她去指揮 你林鄭就要接受意見 是不是 如果你林鄭還在玩的 可能中央才炒也不定 可能的做法 看看情況如何 我肯定 大陸的專家 絕對是直接拿主導權 如果你林鄭一拒絕就馬上炒 但是我們 明天如果沒有出現炒林鄭 大家再看看中央的做事手法 但是我覺得陳兆遲還是陳凡 我覺得明天早上要炒 我自己認為 講一點點國際 國際情況來說 就知道 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面 將一些老人 婦孺 女人或者小孩子 遷移進俄羅斯境內 現在是親俄武裝控制的地域 就剩下一些男人 即是說 已經可渡變成戰場 那為什麼俄羅斯這樣做呢 現在的說法就是 因為美國已經直接控制了一些 烏克蘭當地的軍隊 扎蓮斯基現在差不多是走路 現在這一刻 好像還在德國 即是說 現在的情況來說很危急 因為美國用控制的烏克蘭軍隊 已經不斷攻擊親俄武裝 在過程中互相有反擊 美國一句說完 我控制國際傳媒 我是主動攻打你們這些親俄武裝的地盤 本來是有明斯克 協議有什麼 停火令也好 全部不管 你俄羅斯不入侵烏克蘭 我就控制烏克蘭軍隊 入侵你親俄武裝的地盤 然後拉夫萊夫 俄羅斯外長就說 有一些在科索奧 或者是 總之是在巴爾幹半島 真的在 波斯里亞那裡 有很多 那些 白人 但其實他們是一些恐怖分子 或者是西方的國家裡面 有很多僱傭兵 那些其實大量中駐在烏克蘭 現在這些 軍事 即是美國那邊 我認為 拉夫萊夫的說法就是 可能數以千計這些所謂 以軍事顧問之名 實際上是僱傭兵來的 進去就擺明一定要挑起戰火 俄羅斯也會 在今天是演習的最後一天 可能有最後閱兵 可能閱完兵之後 大約我想 軍隊就要 可能俄羅斯就說 講也沒用 是不是 你要動我們俄羅斯族人 烏克蘭裡面有很多俄羅斯 俄羅斯族人 現在烏克蘭就搞納粹主義 就說你說俄文我就要殺 女人留在那裡就奸 他們烏克蘭就說 那時候 紅軍打贏納粹黨 是一個錯誤 我們烏克蘭就要搞新納粹主義 所以現在烏克蘭的新納粹主義分子 就要消滅俄羅斯族人 要把所有俄羅斯族人 扔進去集中營屠殺 那些事情 所以呢 你要殺俄羅斯族人 普京就要有責任保護了 看來我相信戰爭可能是2月21日會爆發的 因為廢市 因為廢市就是 2月20日這一天 去打就違背了 這個奧運 即是那時候俄羅斯簽署了 這個奧運和平協議 所以呢其實 俄羅斯當地時間過了晚上的12點 即是香港時間 我想大概是凌晨左右 凌晨4、5、6點、7點 那戰爭可以爆發的 那這個我相信就是說 因為 拜登是很想 要挑動戰爭 那他就直接 挑動了 挑動了戰爭之後 就是 他的傳媒就說是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說他是希特拉 事實上 烏克蘭就是全部人都在相信 納粹主義 要種族滅絕烏克蘭俄羅斯人 我又不知道 美國會不會 搞完這麼多事情 就益了大陸 因為其實那些資金 他以為 歐洲打仗就會逼那些資金 去美國 但是現在看來好像去了人民幣 我們再觀察吧 先講到這裡